这里是最想加入我们浙江的一个小城市 叫福顶市 我遇到很多福顶人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浙江 答案都是一样的 都想加入浙江 如果有一天可以公投的话 福顶会成为我们浙江的领土 OK 我们开车到这个城里面去撞一下 我现在是固定支架拍摄了 这条路叫泰姆山路好像是 那个字就是北方人叫外婆姥姥的老字 在这里叫母字 可能母子是附近方影的发音 国内道路巨框无比 我在意大利很少看到有这么宽的马路 但是我们的通行效率真的太低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红绿灯造成的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 看前面的红灯 冰绿灯 就看看前面那些司机 反应速度快不快 好 绿灯已经过了 至少四秒钟 五秒钟至少了 你看我现在才刚刚动起来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澳门香港去看一下 看看他们的通行效率是怎么样的 他们那个红绿灯啊 就像跑步比赛现场一样的 像那个红绿灯就像那个发号失灵啊 就是变绿灯一秒钟 大部分车就立马启动了 而且那个油门踩得很深的 所以他们马路不怎么宽 但是不怎么堵车 你看这个绿灯已经绿了很久了 前面那个车还没有动啊 你看那辆车慢慢吞吞的 这个小城市的这个配置啊 还是可以的 好 我要掉头往回走 福点这里的吃的东西很多的 我今天过来主要目的是来找吃的 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 回国呢就特别的贪吃啊 顺便拍一下这个城市的大概样子 其实没什么好拍的了 中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的 我拍这里我随便搞一个标题 乱些都可以的 大家看看 你的家乡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在视频里多次讲啊 国内城市是没有饭的 你看我们车开得很好 但是 就是没有那种城市的那种 就是那种饭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在于我们这个生活美学的教育的问题啊 一个城市要变成有饭呢 就很多细节方面啊都是要改善的 这条路有很多吃的 大家看一下 街上的一些广告牌啊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我说的那种 跟那个椰树牌椰枝包装像不像 国内的街景 对我来说真的是 那是怎么形容呢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你喜欢吗 这里的街景还算紧急了 有些地方更夸张啊 街景的没什么好拍的 就拍下我自己啊 刚刚我说那个街景啊 真的国内的街景大致都如此 对我来说这个街景呢是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啊 那个招牌呢过于单调 听说呢 有些人把招牌做的 那个那个有设计感一点 听说法规也不允许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并没有觉得城管不好或者怎么样啊 中国的这个情况没有城管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个城管在管理这个城市方面啊 也是用大的这个共性的啊 只是呢 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啊 过于这个单一 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弄统一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像这些城管人员应该给他们一笔钱啊 让他们全世界旅行一趟再回来当城管 他们就会懂得怎么样的招牌是应该鼓励的 怎么样的招牌呢 是应该兴致的 应该管那些有安全隐患的 管这些东西啊 至于怎么设计呢 这个东西呢 就不太好管了算 一方面我觉得城管是有功劳的 另外一方面呢 城管把中国的街景啊管得这么丑对吧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为了吐槽而吐槽啊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对吧 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好啊 所以呢 这个不要认为说真话就是骂人对不对 绝对不是这样的 好现在进入这个老城区啊 让大家看看另外一面啊 除了高楼大厦 然后再看看接地区的一面吧 这条路呢叫中山路啊 是我今天的目的地 我要先找一个停车厂 这条路是福顶最吸引我的一条路 大家看一下这条老街 有很多老的进驻 有些进驻 从设计角度来讲呢 还是挺好看的 虽然呢有点老旧了 这里有一个停车厂 我先开到前面 这条路拍完 然后我停车去吃东西了 前面呢有一辆迷离公交车哈 国内的公交便利程度 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利的 但是我们的公交车 车身广告这一块哦 还真的是中国是垫底的 去香港看看对吧 什么叫车身广告 OK 这条路太拥堵了 今天那个学校已经开雪了 所以非常的拥堵 现在是1点51分 还没有放雪吗 这个挺可怕的 还有我是老司机啊 技术很好的 这条路太堵车了 就不拍了 接下来呢我要去那个停车场 停了车我要去找吃的 可能下个视频啊 就拍吃的 不一定啊 看感觉 好那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